中俄关系建立在不结盟,不对抗,不针对第三方的基础上,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积极因素,没有什么可担忧的。 真正令人担忧的是美国对世界和平稳定起到的破坏性作用。 美国是最大的战争制造者。 美国建国240多年的历史当中,只有16年没有打过仗。 二战结束以来,世界上发生的武装冲突当中,由美国发起的占到约80%。 美国也是侵犯别国主权,干涉别国内政最多的国家。 据报道,二战结束以来,美国试图推翻50多个外国政府,粗暴干涉至少30个国家的选举,试图暗杀50余位外国领导人。 美国还是挑动阵营对立对抗的最大源头。 美国领导下的北约对阿泰、伊拉克、叙利亚的战争导致超过90万人死亡,3700万人沦为难民。 严重冲击欧亚大陆稳定。 美国组建四边机制、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,对亚太安全稳定的冲击令人警惕。 美国的霸权政策和好战倾向延续一天,世界就将一天不得安宁。